小小的花园里面 挖咬挖咬挖 小朋友拍拍作演出广播剧 剧情还紧扣时效话题 小小配音员音队经历五天学习 成果终于发表 哇 我都没有想过可以变成唱歌也 一定很厉害 看我表演 我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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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厉害哦 学到了就是变身技巧 声音表情 还有一些脸部表情 不是平常学校里面可以学得到的 听了白粪老师的声音完全傻了眼 竟然白粪老师可以做出那么多的卡通人物 真的学习到不少东西 从发音方式到说话音量 增加自信表达力 还要透过五大共鸣枪 发出多样化的声音 打造专属自己的声线 师资大友来头 一听你就知道他是谁 其实我本身 台湾狗语就是这样子啦 现在像欧巴桑一点 像欧巴桑一点 所以就变成花妈 就是这样讲话的方式的哦 专业配音员王瑞琪 领军第一大iPhone Siri 卢怡君 腰块手表及胖喵的李涵飞等人 但大家也好奇 配音员离开麦克风后的生活 去帮人家帮我洗头啊 小姐你是哪个行业的 我说我是传播业 打破下关到底 什么传播是做什么的啊 一直问问问下就 好啦我是配音员 配音员你配过什么 配过黄帽 黄帽黄帽黄帽来一个 那你还配什么 美样美样美样再来一个 但大家也好奇 配音员离开麦克风后的生活 王瑞琪也说 不少朋友有需求都会打给他 希望能用卡通角色说些话 根本变成许愿池 这回在音队里用资深专业 颠覆小朋友对声音的想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